海巡署第九巡防区指挥部2号傍晚接获民众通报 指出同行的身穿黑色水母衣佩戴面镜的男性友人 在岩辽海域细水仪式失踪了 经过派遣第六海巡队花莲空中勤务总队 第12岸巡队人员到现场搜寻 12月3号的上午都还没有巡获 海巡署第九巡防区指挥部表示 2日傍晚接获民众118通报 下午4点和身着黑色水母衣服并佩戴面镜的男性友人 前往岩辽海域案继从事细水活动 直到下午5点半人未见返回案上 随其通报请求协助 昨日腰拐时35分第九巡防区指挥部接获民众报案 与岩辽海域有一名男子细水失踪协请救援 本队于获报后立即协同消防等救难单位 既动员海巡艇及空行直升机各两架次沙滩车一辆 及派遣案继17车42人持续执行搜救任务中 在此也呼吁民众从事任何水域游戏活动 请务必穿着救生衣等防护装备 另案如于海域或岸季发生任何急难事故 请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 本署将立即派员协助 海巡署及消防等救难单位 派遣海巡艇、空行总队直升机、沙滩车、水下收救小组 及岸季17车42人持续执行收救任务 截至3日上午8点仍未寻获 第2、岸季队呼吁近期天后海上不稳 提醒民众从事水域活动 务必注意自身安全并穿着救生衣等防护装备 以保障生命安全 借着掌方验兽风枪报导 去排断做罗